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之前我们说到对底层的照顾问题的时候 我就说到中国经济风险下行的风险不断的加大 现在去搞改革提升社会效率恐怕会不会有那么一点来不及 或者说是不是同时还要照顾除了做蛋糕把效率提升 还要注意先把蛋糕赶紧切好来 让底层他工作如果说暂时丢失或者怎么样 能够有一个基本的生活的尊严 因为现在二十人是不太可能 但是在大城市要照顾他们的生活 那么这个好像是在为底层说话 但是我也做节目我也说到 我也不是说纯粹的就只为说 哎呀你一定要给他非常多的非常优渥的条件 去把他们养起来 不是这样的 只是说肯定要给一个基本的生存的尊严 特别是他们的子女孩子是这个样子 那么在说到陷阱带根传销的时候 那一集其实我要表达是啥是跟这个照顾底层是有一点相反的意思 但他不是这个明面上的像这个相反术一样的这种相反 而是说他表达的这个阻止意思有那么一点相反 就是说什么呢 就社会他有一部分人 他是不具备掌管这个社会财富的能力的 就是我们看到这两天的这个钱保的那个张小雷吧 他又出来了 在监狱里面记者去采访他 我看了那段视频 他说钱保日活跃用户有100万人 可怕了 就是在他那个平台上啊 就在日活越高峰的时候有100万人 还不算有一些人加入进去之后 后来又退出的 对不对 这肯定也有相当的比例 还有就是之后啊 这个只是当时的一个某一个时点是100万人 说明加入这个人非常的多 这只是一家公司 一家传销公司就有超过百万人啊 肯定是这个远大于百万人 对不对 因为肯定会有一部分人比较聪明的人退出了 好 那么这是一家 那前几年的这个易珠宝呢 放哑呢 对不对 还有很多无数家像这种 这个是规模是巨型的 还有无数家中型的呢 还有非常多小型的呢 那这就让我想起一个数据 就是纽约时报说的 在中国搞传销的人啊 有几千万人 当时我看这个数据我不太相信 这个外媒嘛 是不是又不知道他搞什么鬼 但是呢 这个从这个张小雷 他自己亲口在监狱里面说出来 我就大概会有一点点相信 也许这直接几千万人 他可能没有直接参加 但是你身边啊 就是如果说参加的人 他身边的这个家庭的人数都算进去的话 应该是有几千万人的 就几千万人的家庭卷入到这个九分钟 或者这么说吧 就有超过一千万的人 一千万人的这个人数啊 已经这个在搞传销组织 那么这个是传销部分 还有一部分是这个陷阱贷 就是这个就更恶劣了啊 这个是一开始就特别的设计 而且一开始就想着暴力胁迫 比传销还要严重 传销有些特别是南派的传销啊 他可能还没有人身威胁这块 但是像陷阱贷这种问题 他就是一开始就要骗你房子 而且想着办法去啊 可能玩弄你的感情啊 还有包括这个去威胁 这个步骤都是想好的 这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国的底层 如果我们把它归为 比如说五亿人 这五亿人好 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势 但是中间有10%左右 也许不到10% 可能5%或者说1% 他们突然间得到这个社会 特别巨量的财富 那么这个巨量的财富 但是他们却不具备打理这些财富的能力 而且这些财富呢 其实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上面 这40年的时间上 之前啊 哪怕前面再往前倒退几千年 都不存在这种情况 就是大量的这种 他不识别 不会理财的人 没有做过生意的人 没有这个 对财富概念的人 或者说他已经 比如说年纪很大了 他不具备这个能力 他以前也许知道该怎么搞 但是他现在身体不行了 对不对 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 这个有相 当然不是底层的 不是80% 90%底层都有这样的条件啊 而是 比如说拆迁户 拆迁户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很典型的一类 他们突然间报复之后 不知道该怎样去理财 于是 这些财富 他迟早会被这个社会收走 好 那么我说了这五分钟 是不是有点闹 那我们再总结一下 简单点说 就是说 本来一般的底层 我们知道 如果你踏踏实实做事情 挣钱不容易的 你花钱出去 你就不会去搞传销这些东西 因为你知道 整个经济的运作模式 是怎么样的 对不对 挣钱是怎么样一回事 那这个时候 你看待金钱的方式 会非常的理性 你会通过勤劳 通过认真工作 去这样去获得 但是你突然间来比横财的时候 然后你这个 对这个社会的了解 的经验 又不足够丰富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这种错误的判断 还有就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中央 这个不光是中国政府 而是说 这个全球的这个央行 它不停的放水出来 中国政府只是跟随了全球的脚步 OK 那么现在全球央行 才开始加息 对不对 中国也开始加了 但是这个加的速度远远不够快 这个加的速度 跟着前面十年放出来的钱 不可同日而语 就目前来讲 2018年 也许后面可能会加到回归到原点 但是就目前这几年来讲 整体的利率 哪怕到现在 2018年年初 利率还是在4%多 出头一点点 还不足以遏制房地产市场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 就是 本来这些钱就不属于这些人的 突然间就给他们 而且给的时间太长了 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就是相当部分的一部分人 他其实是什么 他的能力就是底层 但是他却具备了精英级别 才拥有的财富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央行不是不清洗子 不收回这些信用吗 不收回这些钱吗 好 没有关系 这个社会有他自己平衡的方式 这个社会 不只 只有一种 你央行可以管得着 你政府可以管得着 这个社会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的 很多人说 一讲到什么问题 都怪党 当然这个 作为管理者 首要的责任 明面上确实他应该负责 但实际上 这社会是暗流涌动 里面各种利益阶层 在相互的这个博弈 纠缠 是不是 那么看问题就要看得复杂一点 如果我们要深入分析的话 就是 其实 不只说央行有这个办法 把这些信用抽走 其他的底层也有办法 把你的信用抽走 这个房子 它的确是没有掉价 但是 这个 传销就是一种方式 把你的财富洗走 那么陷阱贷 也是一种方式 把你财富洗走 那么还有什么呢 做生意也是一种办法 我附近有一个商场 那个商圈呢 底层 一楼的生意还马马虎虎 但是二楼的那个生意啊 我就差不多每 每一个月 我就去那里吃一轮 我为什么去那里吃呢 因为每次去吃就能占到便宜 为什么能占到便宜 那老板一开张的时候 他就把他那里面的这个菜啊 这个价格做得很低 因为刚开张嘛 怕没人来吃 我一看到有开张呢 我就赶紧过去吃 为什么 都是底价在做 成本价在做 甚至是亏本 你可能就吃一双火锅 人均消费30块钱 但是好好的锅底啊 对不对 好好的菜 好好的青菜 肉呢 可能也许质量 也许有用到那种压榨的肉啊 不知道哪里来的肉 但是呢 我尽量少点 或者肉我就点贵的 那么整体消费下来很低 然后呢 一年差不多就每一个店都要换一个老板以上 那么两三年下来 我看那个商圈 那就不停的正在换 我估计了一下 上面有二三十个店面 上面消失了一百个百万富翁 至少因为我大学寝室里面有一个做餐饮的同学 他就跟我说 一个餐馆 他从开始装修到他熬三个月的时间 差不多需要五十到一百万 看这个店老板 请多少个员工 看装修怎么样 对不对 那两三年下来 一百个百万富翁就这样消失不见了 这些钱就变成了 比如装修公司哪一点 他以前的员工哪一点 都是拿小头 但是对于一个百万富翁来讲 他的这个钱财就这么消散了 这个还是说震荡的支出 好 这是算第三点 就是传销陷阱贷做生意 还有第四 赌博算不算 赌博也是让你财富销散的一个关键原因 那么我附近有一个黄建坊 我有一次晚上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 那么底下一楼就写着欠债黄钱 用红色的这个油漆写的 这啥意思 这个据我所知 那里全部都是财钱户 那么他这么快钱就不见了吗 我想应该是赌博 对不对 那么吸毒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说了 赌博输得快一些 那么还有什么 第四点 家庭伦理的败坏 就突然间有的人有钱之后 他整个人就是不做事情 子女因为自己不干活嘛 然后子女受到了这个教育 也受到一个严重的威胁 比如我前几年带一个孩子 他是初三升高中 初中的这个基础不好 初三他妈妈花了十万块钱 给他买了一个省重点高中 好那个孩子送到我这来 于是就跟我聊 我说你们家孩子是怎么情况 怎么回事 他妈妈跟我说 哎都是那个房子惹的货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两夫妻这么勤快 就生了一个这么懒的儿子 我说怎么回事呢 他说你看我们现在有三四个店面 有五六套房子 但是呢我们两夫妻呢 还在开一家卖粉的店 叫五谷米粉 就是那种各种颜色的粉 他说我们做的这么辛苦 但是呢那个孩子 他现在会说一句什么话 把我们俩气死 我说说什么 他说反正嘛 你们也就我一个儿子 对不对 你那些店面房子 最后都是给我的 读书有什么用 做生意才有用 对不对 而且我有房子 这个价值观就崩溃了 那么这个带来的 就是另一种财富的吸力 这个钱落到他儿子手上之后 就他这种工作状态 那个孩子 瘦骨伶伶的一个小男孩 对生活毫无热情 就问他什么 他就这样 跟他说一个什么 他不光对学习没有兴趣 他打游戏 游戏也提不上街 找女生 找女生也提不上街 按理说初中生高中 应该是懂这么回事 但是这些所有东西都没兴趣 这个世界对他来说 无所谓 他觉得他有房子 这辈子就这么过 他才17岁 就懂得这个样子 那么 这个还是一回事 这个孩子的教育 那么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 那夫妻感情 离婚 小三 这个算不算 那这个一分 这个财产也就不见了 慢慢就化了 那么亲戚朋友会不会找你借 这也是慢慢消耗的一种原因 所以说 这么说起来是什么 不光 养妈可以提走你的信用 这个社会每一个角落都在寻找平衡 都在寻找这种更弱的人 去把你的财富给削走 当然这个财富应该给谁 真正优质的资源就应该掌握在精英手上 这一点不会有错 但是我们把底层照顾好 让他们有一个基本生存的资源 这一点也不会有错 这两点是并不冲突的 但是如果说 某一个时点看起来 它感觉是两个相悖的这个结论 就好像我们给底层 必须一点钱都不给他们 那不行 还是要给钱的 但是你给又不能给的太多 比如说最近这十年的这种 我们都知道拆先户 拆先户这么一个群体 对不对 还有很多 比如说他本身 已经到六七十岁了 突然间房价暴涨 他有 因为各种原因搞了三四套房子 那这样一群人 肯定是要被各种各样的力量 这种纠缠 你想一下 一个七十岁的老人 突然间房子三四套 增值成上千万 他几个子女 那一整个家族 会怎么样盯着你这一块肉 家无宁日 就四个字 送给他 送给这些人 所以说我们看问题 得平衡的 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 那好 我们既然就说到这个财富 突然间这十年的信用扩张 我们就说一下它的主体部分 当然就是房地产市场 我就凑个时间 那这集说了十分钟了 就是我前面做节目的时候 就一整年前做了一集 说这个2017年中国房价会暴跌 其实那个是一个标题 那很多观众 有一个观众在微博上给我留言 说你只有这个水平 你看你说暴跌 2017年没暴跌 请注意我在当时那个节目里面说的 是我现在依然坚持的一点 就是2017年到18年房价 是会跌百分之二十的 我不是说2017年是 这个一口气要跌多少 而是说 因为我在里面给了几个判断 只是在标题上面 我当时取了 有那么一点点投机取巧 说2017年会暴跌 实际上节目里面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17年到18年 它会跌百分之二十 那么每两年跌百分之二十 每两年又跌百分之二十 最后呢 慢慢一直跌下去 什么时候探底回升 得看整个中国资产的 整个资产运行的效率 这个包括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 以及国际资本多大程度上 重新更大程度上参与中国 看这个进程怎么样 那么我为什么说 现在仍然维持这个 这两年跌百分之二十的一个判断呢 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论据了 前两天的时候 这个华尔街日报说发了一篇文章 就说到这个中国在2018年面临的一些风险和挑战 其中引用了一个数据 我觉得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他说过一两句就是燕郊 合肥这些城市房价是出现下跌 跌幅比较大 这个我知道 比如说燕郊我没去 去了北京去年的时候 17年4-5月份 半年前去过 但是没去燕郊 那合肥呢 我是去过两次的 17年去一次 16年也去了一次 那么我确实跟第一次司机跟中介聊过 的确是出现了百分之二十 一般情况下 一般的地区出现了百分之二十的下跌 有一些楼盘不止一些 那么他里面还引用了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但是应该是事实 就是上海 它的根据几万 上万家的这个楼盘信息的汇总 上海的房价 实际上2017年年底的时候 比之前的高位是下跌了百分之九点八 就是百分之十的样子 那应该说 中国的最热点 最核心的城市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其实确实是有这个下跌的趋势的 除了刚才说的这些 这些是外媒说的之外 我们自己这些城市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就是它的财力不是特别雄厚 但是又是前两年房地产热点的市场 他们出现了这个房地产 这个调控放松的这个情况 比如说很明显的这个兰州 就是已经算是比较明显的放松了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合肥 比如南京 这个都是前期涨幅很大的 比如寒州 比如武汉 那么像这些城市呢 他没有直接说 但他打着其他的旗号 就是我要引进人才 我要让落户的人口更多 但实际上你要认真看一下的话 实际上他跟卖房子多少还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就跟这个房地产的这个 掉头往下走也是有一定关系 所以我还是维持原判 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应该还会再微微的下跌10% 那很多观众说 哇那这个下跌10%也不算很严重啊 没啥关系吧 好像你看17年跌了中国经济成长 还是要继续加速 是这样的 我觉得17年可能还是吃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优势 比如说基建方面也还没有真正的说歇停下来 但是有一些东西它是是累积起来的 累积起来的 17年的很多负面 它实际上是会累进加进18年里面 而17年很多的这些有利的因素 实际上是因为15年16年一直放水导致了这个比较有一个延后的一个时间差 所以这个17年这个再下跌10%实际上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 很多人总是觉得说只有房价跌个30%40%以上才叫可怕 5%10%嘛 没有问题的 其实整体来讲5%10%还是不错 还可以 但是你不能认为这个毫无问题 就我们前面也说过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特别依赖房地产市场 这个房地产市场 你不能以每年正向10%的增长 这个理财产品它的刚性兑付就必然会被打破 你想一下影子银行 理财产品 它的市场体量有多大 对不对 万亿级的 不是说一两万亿 是十几万几十万亿的这个理财产品 一年发行的数量 如果说它这个兑付有问题的话 你让政府来救市 它能救几年呢 你今年能救 18年能救 19年能救吗 这个18年跌个10% 19年再跌10% 你救一年 你救了两年嘛 对不对 那这种刚性兑付是没有办法支撑下去 政府只能放开 让这个刚性兑付去被打破 因为没有办法的 这么大的体量谁来救 那这就是关于房地产的一个预判的问题 就是未来的这个两年 应该是会慢慢的下跌 当然这个还是控制的好的情况 如果说美联储加息过快 或者是我们周围爆发了 像朝鲜那样的地方 爆发了有这种摩擦纠纷 甚至出现了这种战争 这个美军直接进驻了这种情况 那可能还有其他的这种变化 好 那我们最后稍微总结一下 把两点结合起来看 就是一方面说 这个刚性兑付一被打破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你比较高的收益 就是比如说你投一百万 那么一年百分之七的这个收益 可能就没有了 对不对 甚至你可能还要十本 那么好 那你可能就要去投资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是一个 你更加不懂的市场 对不对 你更容易亏 那很多人说 哎呦那怎么办呢 其实没啥怎么办 我只能说跟有一部分的人说 我不是说所有人 有一部分人说 这些钱啊 有些钱本来他就不属于你 他属于这个社会其他人的手上 只不过今天不巧 落在你手上了 这个钱 他是一种社会资源 他是一种资本 他必须留在一个 对他利用这个资本 有足够效率的人手上 今天落你手上 可能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错误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 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个钱 连一个生活的钱 都要把别人剥夺走 这个也是一个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 就是第二点就是 你这些钱 你在投资理财的时候 我前面一直说了 要稳健 就是你的首先保证本金啊 或者说你亏的时候 比如说去去搞这种啊 传销这种东西 你可能是连本都没有的 就是完全就是血本无归 那这种风险又太大 你的保证一部分自己基本的这个生活 这也是前面我说的这个 我说我做的这个对冲基金好 那么有关说这个多少多少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你要保证第一你要保证自己的生活 第二你的投资要多元化 因为我这个是属于风险比较高的 自己得考虑清楚 对不对 就是你得有这个掌握财富的能力 你才有持续享受这个财富的这样的命啊 要不然的话隔个三五年 隔个五年十年就被洗走了 要么被通货膨胀洗走了 要么就是比如说像刚才前面说的传销陷阱贷啊 什么亲戚朋友的瓜分啊 什么各种各种笑里长刀 免里长争的事情 把你给搞得光光的 好的 那么这一集关于房产的事情就说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收看